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1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理论考题解说 上个星期我们有把理论的考题四个题目分享给大家 我想大家都已经有做题目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大家在考试 你看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在解答 那我们现在就把老师解说的这些 我们一题一题的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题原始点的特色之一是诊断与治疗合一 是不是只有按推才能做到诊断与治疗合一 老师这一题有人答是也有人答不是 那有人说涂抹姜粉泥的同时也是在找痛点 那也是诊疗合一 请老师就这一题解答一下 谢谢 那到底他的诊疗合一 是不是只有按推人达到诊疗合一 其实不是 他在理念上 观念上 也是诊疗合一 他完全一开始就是诊疗合一 第一个他从观察 观察诊断从火推 那你大概就知道 他应该以按推为主还是热炎为主 因为你观察就可以分辨轻重症 对不对 那重症是以热炎为主 按推为辅 对不对 那如果是轻症是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辅 所以你在观察这个诊断的过程中 有没有含治疗 有没有 有啊 他已经决定了你的治疗的方式了 所以他诊断跟治疗是不是结合 从这个角度完全结合 目前没有一个医学是观察 就能诊断出来 然后治疗也含在其中 治疗含在诊断中 他既然治疗已经含在诊断中 那不就是诊疗合一了吗 他没办法栽胎啊 所以很多人在理解原始点上 我认为很难理解到这一层 以为按推 按推可以治疗 但按推没有效 从他处没有效 就可能在患处 但可能喔 也不一定是在患处 你还要在按推患处 把压痛点找出来 然后又能解症的时候 对疾病有效 这个患处的压痛点才是有效的 那这个压痛点就能称为我们说的治病开关 那这个也是诊疗合一 所以我们从观察诊断开始 就是一个诊疗合一 然后在手腕按下去也是诊疗合一 所以当患者来的时候 既然再谈深一点 原始点大概看一个人 大概这个病是轻或重是不是能分了 会不会好 有没有一个底 有啊 有啊 因为如果是重疊的时候 重疊的时候他又有分一般的重症 可能体力虚弱 那如果再严重一点 看他体力慢慢下降 你就要小心了 那个已经显向已现了 那如果你再看到一些 譬如说昏迷不行啦 然后或是全身无力啊 甚至水肿啊 气爽呼吸困难 全身面无光泽 这一类的 那你又看 这个又几个症状是比较紧急的 然后甚至他不只体弱 而且功能已经完全混乱了 那这时候已经是命违了 也就是生死胃部 那你用延时点 你看你已经知道 大概能不能救了 这个是如果到命违的时候 就是要很拼啊 因为答案不只在你啊 还有怎么样 患者 为什么 患者本身 他要不要配合 他要不要信你 在生死关键中 他又有他的想法 不能完全结合的话 很难救起来 所以到那个阶段 我一般是看患者 我不会用我来主导 所以人家说救有缘人啊 不是每个人你都能救 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 然后也要有这样的智慧 你的慈悲是 普度众生没有错 但是有些众生 他根本跟你完全不契合 你怎么来勉强对方 所以这时候只能用智慧来判断 随眼了 如果真的没办法 就随眼了 所以 慈悲还要有智慧 我认为不要让慈悲到最后 会惹人一身心啊 我只能这样讲 说把我颈椎按了怎么样 但我看他在投诉的过程中 听了很多西医的话 听了很多中医的话 那这些跟原始点完全无关啊 那你搞得那么杂 在我看法 我必须要公正讲 但是患者本身也不清楚 原始点 那最后搞到怎么样 两败俱伤 你不要 所以我才说 有时候慈悲是必要的 但慈悲如果没有智慧 你有时候 连自己都不一定能救得了 还想救别人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的感触 刚刚你们要的答案 我没有回答了 而且原始点 他的诊疗和医是怎么样 我刚刚讲的 他看到一个病人 其实我刚刚讲的生死 你也可以预判 那如果轻重症 你也可以预判 甚至多久会好 原始点有没有写出来 有啊 也是啊 你看这一个人多久会好 心里有个敌了 如果轻症 不需要他配合心理啊 还有四度运动啊 这些都不需要 患者的部分的话 那你大概就可以预测 这个多久会好 那这个也是原始点 跟其他医学所没有 那不就是诊疗和医吗 他更完善 所以在观念上 他已经诊疗和医了 在动作上也是诊疗和医 完全都是诊疗和医 那你们表示在答这一题 如果答错的话 你们是观念跟手法 还是分开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还在 你们有对立 所以你们在答答案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应该 是吗 不是吗 就在这里 反反复复复很挣扎 但完全融位贯通 你是轻松自在 学原始点到最后 是学智慧的提升 然后你也懂得 怎么来面对 生老病史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 谢谢老师的解答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题 涂抹姜粉泥 和红豆袋温敷 都是提供外热源的方式 哪一种更有效 老师这一题 有的人答得很好 他们认为重症处理 要以热源为优先 然后透过大面积涂抹 作为外热源 深入体内 是比红豆袋的温敷更有效 那也有人说两者都并用 老师这一题请您解答一下 谢谢 其实你们在回答这个 真的很深 我说真的很深 而且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 第一个原始点 在研发热源的时候 它有分内外热源 对不对 然后研发内热源 我们从开始的 有时候姜汤 生汤 对不对 甚至到后来的姜粉泥 你看这个都是内热源的应用 这几种 哪一个是最有效 我们一般是不会分的 原始点做到这里来 其实都要分 我说的到最后 我的感觉 如果你到重症的话 最好就喝姜粉泥 没有其他 因为怎么样 我的书本上也写了 就是姜汤你要熬 起码两个小时以上 对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还有浪费人员 不发算的 姜粉泥 你只要姜粉用好的 有机的 我确定一定要有机的 你微波三五分钟就解决了 用快速也不用熬 然后又可以整个喝进去 喝进去完全是怎么样 不留残渣 对不对 你喝姜汤 你还会留很多残渣 他不用 所以就从这几点 你就知道他完全进去 完全吸收 完全消化 这个已经胜过什么 龙参汤 龙姜汤 还要胜残渣 浪费这些 都不用 这个有没有环保 所以在内热源的应用上 已经到极致 原始点已经到极致 也就是 你不要再想其他了 就是一个姜粉泥 但是很多人不敢喝 想不想喝 又是怎么样 太多理由 那是极致 我自己到现在为止 我也都改喝姜粉泥 一天喝两次 两碗 那就是这样吞 很辣 比姜汤还要辣 我现在从以前姜汤 我不大敢喝 到现在喝姜粉泥 我现在再来喝姜汤 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真的 那个姜粉泥 丑丑的 唉 很辣的 那这个要训练 我那种习惯是要训练 好 那再来 乐园的 外乐园的使用部分 我们从很早 红豆袋 软贴 远容外线 电热器 这些都是外乐园 然后到 还有什么姜膏 早期还有姜膏 姜素 这些一系列玩过来之后 玩到最后 最后确认一件事 还有人姜粉也外用 有没有 有 内用姜粉外用都可以 但是姜粉内用很少 大部分是以姜汤 跟姜粉泥为主 那我刚刚已经比较两者的优劣 又以姜粉里更好 那原始点就是 你挑最好的用 你不要心里太多杂念 化繁为简 所以原始点它不复杂 你说它简单嘛 也不简单 因为一路从比较中 然后一路从人体的试验中 最后调醒最好的给大家 让大家不要再太多的想法 那同样的外热炎也是 我说一路这样玩过来 玩到最后 我发现所有的外热炎 你没有姜去直接贴着皮肤 效果都不好 然后如果有姜贴着皮肤 虽然好 但是没有配合涂抹跟按推的技巧 它进不去 它就停留在表层 也就是你有体伤没有解决 你热炎很多是进不去的 反而会有反效果 说不定 所以你玩到最后 又确定了一件事 内热 外热炎最好的 有那么多 最后你会选择什么 姜粉林 还是姜粉林 你看 最后你看 就慢慢去一致了 在我内心中 原来真正能救人的 内服姜粉林 外用姜粉林 哇 一下子 你看有没有简化到不行了 你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 你说要复杂 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热炎 对不对 但很多早期的就还在这里热炎 然后很多在搞 很多外热炎订热器 我们也不管 反正外面玩 但我们知道我们救人 什么是最好的方式 然后有了热炎之外 还要记住一句话 这些热炎你涂了会不会进去 我们刚刚讲 体伤没有解决是进不去的 那你们就要想到 既然 内外热炎都是以姜粉林最好 那姜粉林如果外用 又要深入到体内 然后经吸收转化成热能 来推动我们组织器官的运作 来强化体力 弄出来 这里面还要配合什么 按推 那我们现在涂姜粉里就用涂抹 所以涂抹里面隐含着按推战 所以大家在看原始点 涂抹姜粉你就这样看过 其实你如果这样淡淡的看过 你一辈子也做不出来 因为涂抹里面已经暗藏循迹 它里面充满了技巧 你在涂抹乳癌的那个姜粉林 就不一样了 你的涂抹方式我也教过你们 也可能用手腕对不对 也有可能怎么样 用指节啊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推不进去 有时候你还可以用手肘 但是我这个都不敢讲 因为你们乱用 你们这样一揉下去人家不死 也会被你们揉伤 我敢讲的 所以你们手法学不成 有些事我讲话就会变得怎么样 保守 但你们刚刚已经听到玄机了 这个热源要进去 它一定是在解除体伤的情况下 才能深入 才能充分发挥 那这里充满着技巧 所以简单的讲 如果在2018年以前的 学员指点的 我一定归隐 这些人都不合格 在我看法 没有办法进到下一个阶段来 唯有在患处体伤的图谋 这一部分也把技巧学会 然后又善用以前的工具 这样才有办法达到 也可以解除体伤 然后又可以使热源深厚给去 那这样才可以让怎么样 危急 我刚刚讲的重症危急的频繁 还有希望 那这个希望你看 你是要做到这样 一路归类归类归类到最后 把最好的 因为他在生时间 你就是把最好的一次给他 这样就决定胜负了 我跟你赌书 就是这几招 那时候已经没有其他了 所以再进一步讲 原始点他已经走到怎么样 他是对所有医学发展 的一个重新思考 以大胆探索 因为医学从来是越来越复杂 有没有 然后我们的思维以为 医学越进步就越来越多东西 原始点刚好想法是 越来从复杂的怎么样 越来越简化简化到 只有只剩一 内外肉眼都一 然后还有怎么样 按推 还有涂抹 原来涂抹也是按推的一种 然后这个都要技巧 那这个一定要学好 那最后都只剩一 所以他跟我们的医学 包括中医也是 越学越复杂 你历代的书籍 你读都读不完 然后别想说读通 我更更 即便你读通了 你也做不出来 我只能这样讲 好 那原始点刚好就是我说的 他对医学发展是一个怎么样 重新思考 那些思考已经跟过去的思考怎么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怎么样 大胆探索 我们不是讲的 我们是从实际上患者一个一个做出来的 然后这样很认真的去归纳 然后最后探索出一个答案来 这个跟医学已经不一样 那这样的医学会走到怎么样呢 就是它会变成油脖反也化繁为减 也就是它本来医学都是复杂 那越来越怎么样 越精细 越来越精准 然后也可以怎么样 化繁为减 因为医学是把简单的越来越复杂 原始点刚好怎么样 把复杂的越来越简单 那这样简单到不行的时候 这个医学还要在医院吗 不需要 所以它就能够走出医院 进入到每个家庭里面 然后落实到生活中 因为这些热源 你在生活中就可以找得到 你的工具从来不会忘记带 你们有忘记带工具来的吗 对啊 都在里面 所以它已经是完全跟生活结合了 有没有一个真理能够脱离生活 而存在的一个真理 我活到这一辈子 我终于知道 所有的真理都在生活中 没有跳脱生活 而能独立出一个真理来 不可能的 所以它原始点就是符合在生活中做出来的 然后才能做到这样的 机制 所以 这就是几天 我说 哎 时间很 三天其实是不大够 但要做到这么精致 我看Luna他们已经会心思了 因为她刚刚就回看 从早到晚了 她就是怕各位 其实两三天 你说简单嘛 听起来很简单 你说要学好嘛 还真不容易 如果随时怎么样 归零 随时放下 很难做到 好 我们接下来是第三题 在患处找痛点 会不会陷入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情形 那老师有很多学员的答复也蛮好的 他们是说在患处找痛点之前 那要确定在原始点上没有找到痛点 或者说是按推原始点没有明显效果 才按推找患处 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情形 那这一题也麻烦老师给我们做解说 谢谢老师 这个其实都不能说错 在我看法都不能说错 原始点发展到现在 早期是一定是以他处再来换处 其实现在很多模式也是这样 但是原始点有一句话 正的不适感或功能混乱或体力虚弱 他有时候 比如说正的不适感多数他处体伤 那功能混乱或数他处或数患处 体力虚弱多数患处体伤 对不对 那你只能推断 你目视不可能马上确定 这个是他处或患处对吧 所以还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 但有一个是可以目视 比如壮的阻子受损 目视即可分辨 有没有 有 比如你看到肿瘤 硬结肿患 你还要按他处说 这个没有效 我现在来按患处 需要这样吗 不需要 你自己就很清楚 这个一定是患处 那一定可以先从患处再按他处也可以 这时候就可以变了 对不对 但你不能说患处按完他处不按 这个不可以 就好像我们他处按完 那如果变好了 我们可以不按 但你状不可能按他处好了 而不按患处 或患处按好了 那可能还会有其他问题 对不对 他处是大开关嘛 你不管保养或是怎么样 对这里还是有影响 最好还是要按 所以他处是必备的 那患处是怎么样 看状的组织受损 看得出来的 或异常形态 你可以直接下处 没有问题 先从患处 再从他处也可以 但是记得 原始点到现在的发展就是 他现在不管治疑病或治未病 都要他处与患处的压痛点 都要找出来 才能彻底解决 比如你治未病 你怕你脑中风对不对 过去你的想法说 如果只要你头部这里 大开关就好了 不行 你如果这里没有痛 你患处还是要找 所以整个头你都要找 那怎么找呢 患处是怎么找 不是说他痛哪里 你找哪里 那个也不对 所以所谓的患处压痛点 他的找法就是 以原始点 他处的开关 他所涵盖的范围 都是属于 比如说 你脑中风 我们的大开关是这里 对不对 然后整骨下来 他这里管你哪里呢 管你整个头部 那这个都是属于患处 了解吗 那这个患处 你要找患处的压痛点 就是整个的头部 这样就出来了 了解吗 那你膝盖痛 我昨天在跟大家讲的 就是膝盖痛 基尊男做得很好 就是有一个膝盖痛 基尊男在哪里 这里 他最近也有发表一个案例 就是膝盖痛 他找到腹骨钩 他找到腹骨钩 你们觉得他有没有离开原始点 没有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膝盖痛 他的大开关是臀部嘛 对 臀部他涵盖整条腿 对不对 对 然后也涵盖膝盖 对不对 那按臀部没有好 那就要找患处啊 那患处 我们说的膝盖痛 要往上找还是往下找 对嘛 那这里找不到 他就只要往上 那找到这里 这里是不是还是臀部涵盖的范围 是啊 所以他找到这里 完全符合原始点 这个就是患处 找到丫头点 然后来解决 他的膝盖 所以我们的患处 不是只有 这个周围哦 他还要考虑到原始点 他的整个涵盖范围 大开关 锁涵盖范围 都是属于怎么样 患处 离开了这个大处 全部都是患处 好 最后一题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 按推原始点 和增加内外热源 病情仍然不见好转 如何处理 老师 这一题 大家的答案各有不同 有的认为说 志工要检讨 有人说患者要检讨 有人表示说 因为重阴不能治疗了 也没有改善 应该就是从果处理 那这一题 也请老师解说一下 谢谢老师 先把轻症重症分出来 这样才容易离经 如果是轻症 你也做不好 因为轻症不需要 患者的心态 运动 休息 对不对 轻症也不关体力 所以他只有体伤 你只要找出来按对 他就有效 但你轻症做不出来 自动要检讨 对 真的 那如果是重症 因为重症到体力很虚的时候 那你即便你按推做得也很到位 然后他种了果汁什么样样奶啊 甚至跟我一样有儿会偷吃冰淇淋啊 对 那你说他会好 我才不信 到重症的时候 他很多是要患者配合 那这时候 我们客观的讲 也不是你能掌握 所以我说到重症 你要你自己就要充满智慧 就是这个患者我能救吗 他愿意对原始点深入吗 完全幸福吗 完全配合吗 如果没有条件还不计足 那就是一年不计足 算了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到底是患者错还是你的错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怎么样 要先把这一套完全学好 我说的包括你的技巧都没问题 比如说当香港有时候在放案例的时候 我一看我会摇头耶 我必须讲白的 因为怎么样 我看如果真的我丢在别的地方 他可能做得出来 但这里做不出来我就开始 也就是表示香港现在学到考试可以考及格 但未必怎么样 能解证 考试跟解证 有时候是两码之士 谢谢老师详细的解答了这四个理论的考题 各位学长们 大家都答对了吗 那我们今天的理论的考题解说 就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课程 下个礼拜我们有乳癌实际操作 我们下周见